超街電釀成了漏電商人的意外 新美市五股疏紅遙控賽車場 因為是模擬F1賽車規格建造的迷你版 被玩家稱作北部最佳賽場 但是有玩家從操控台下樓梯的時候 摸到有電的扶手 當場被吸附住 甚至還摔到昏迷骨折 台電追查發現 有人從趙明用的電箱撕接電線 才會釀成漏電 而這樣的行徑涉嫌怯到 已經報警提到 3 2 1 遙控車在跑道上奔驰 這裡是新美市五股疏紅遙控賽車場 因為模擬F1規格 天天吸引大批玩家來尬掐 但沒想到卻發生漏電意外 救護車第一時間趕到場 把暈倒的玩家宋伊搶救 他不僅遭電傷昏厥 更摔到頭部撕裂傷全身多處骨折 坐下樓梯 在他摸的當下 那個電就觸電到他了 所以他摸到那個扶手後 他是定住完全像磁鐵吸住無法動 直接倒地趴下去 就撞得頭破血流 那他當下也有失去意識 遠景在現場發現有不少 絲接的電線纏繞在操控台下方 台電初步調查 懷疑是民眾為了方便遙控車充電 從操控台上的電箱外接電線到賽車場棚架上 再連接延長線才會釀成漏電意外 這有電線破皮的情形 它是有搭接到我們那個鋼岸的部分 那因為這本來就是金屬結構 然後他自己散接的電 他一定沒辦法 沒辦法做好相關的安全措施 比如說絕緣接地 他沒有做到 所以才會造成今天的感電事件 這處遙控賽車場 兩年前才剛翻新就發生意外 民眾為了一時方便偷接電 釀成玩家受傷 行為也已經觸發 這段落章是奎新北市採訪報導